8月23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尼外长雷特诺 在今共同主持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机制第五次会议 王毅说,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,中印尼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,国际地区事务协调配合更为紧密 两国关系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 王毅表示,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部署 中国加快高质量发展,扩大高水平开放 将为中印尼合作和地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雷特诺表示,中国已成为印尼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 印尼高度评价同中方建立的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 将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,致力于发展更强劲的对华关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